时间一到公园准时报到 阿姨们三五成群 大跳广场舞增进感情 得靠音乐陪衬 自备音响旁边就有插座 但插电的动作引发质疑 我觉得那个店应该 长时间下也会消耗得要不少金钱 然后毕竟那些钱应该是纳税人缴的钱 不应该使用在特殊的试人团体上 户外公园或运动场随处可见插座 供电属于公共用电 没有明文标示和管理办法 能不能使用各有想法 如果没有标示我以为可能就是可以用 公园盖都是用大家缴的钱 纳税人的钱去盖的东西 其实到底来说大家都有使用的权利 这个是属于公家的店的部分 那应该不属于个人责产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申请吧 不过新北泰山区公所过去曾有案例 民众贪图一时方便 将电动自行车插在公园电箱充电 涉及窃电队 行则比照普通窃盗罪 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前好像有听说这个案例 所以我才说这个是属于公家的 好像民众一般民众不能 私自拿来去做一个使用 针对广场舞私自用电 新北体育处回应 新庄体育园区提供插座 给大家运动使用 以户部影响为原则 没有使用定定要点 但会加强巡检 有非运动不当用途劝导取缔 可以有规范 但是就是做标示出来 因为政府也没有明确的明定 或是公告 针对公共插座相比 新北市府界定模糊 台北市公园处表示 只要公园内插座 皆属于公家用电 民众未申请就不能使用 否则触犯窃电罪 各县市标准不一 民众还是不要贪图侥幸 以免触罚 下来新闻 郭宣室 新北采访 中文则 准备